大家好 在上节课呢 我们给大家讲解了 我们的登出功能那个实现 本节课呢 我们来实现我们全局的一个拦截登录功能 那么这个功能呢 可以说在我们开发的过程中呢 是非常有必要的 而且也是经常会用到的 比如说我们去加入购物车 如果说用户不登录 我们肯定是不让他去加购物车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做个拦截 甚至我们里边所有的用户信息的这些东西 如果说用户不登录的话 我们都不让他去看 很小节呢 我们就要实现这样一个功能 好 依然呢我们就打开代码 实际上呢这个拦截呢 我们在Express呢 它有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方案 我们可以看到 打开我们的Apps解释了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呢 都是一堆中间键 都是一些插件 下面呢我们去 用了一个Express框架 用了App App呢通过设置这个呢 设置它的模板引擎 下面呢是设置一些中间键 去使用中间键 紧接着呢 这个里面是设置它的路由 好我们可以看到 下边呢 它是不是有一些Apps的用字 这个是处理捕获实行式的 这个呢是捕获AIRROR的500 那么它既然能捕获404捕获AIRROR 是不是它也能捕获我们的登录 实际上呢 道理呢都是一样的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通过Apps的用字呢 我们来尝试着 让它去捕获一下 我们的这个登录功能 我们在Apps的用字呢 我们在拦截 跳转我们这个 注入我们的路由之前呢 我们就先来试着一块代码 我们看怎么去编写 通过Apps的用字 那么它里面的整个的 一等的语法呢 就是通过用字 可以使用插件 注入中间键 注入路由等等 很多种方式 那么里面写个方式呢 它就会优先进去 在我们任何的路由 请求之前呢 都会先进到我们这个方法里面去 这个方法一样 还是有个request response和next 那么这三个参数呢 基本上能做 我们所有的一个应用场景 好 紧接着呢 怎么去拦截 用户有没有登录了 我们是不是要 通过Cookie里面去拿呀 因为我们登录这一步呢 我们把Cookie呢 保存到用户里面去了 那我们在拦截的时候呢 我们是不是要 获取我们的Cookie值呀 那么存Cookie呢 我们是通过IS的Cookie去存值 那么取Cookie呢 Cookie呢 是在客户团保存的 客户团发过来 请求之后呢 我们要通过IQ request 去拿我们Cookie值 比如说Cookie值 Cookie值里面的userID 我们是不是要通过这种方式去拿呀 这是取Cookie 如果说Cookie有的话 说明当前用户已经登录了 那么登录之后呢 我们直接next 因为它已经登录了嘛 我们就不用去管它了嘛 next呢 就是让它继续往后走 如果说它没有登录 如果说没有登录之后呢 我们要判断 它操作的是哪个功能 如果操作的是加入购物车呢 我们是否直接给它拦断 卡断 不让它去操作 如果它是操作登录呢 我们肯定要很明显要让它去点 如果你连登录都不让你来点了 那这个基本上就没法玩了 好 我们要拦极这个登录接口 怎么判断呢 我们通过IQ点 Orending Orending呢 就是原始的UIR 我们判断了这个原始的UIR 通过IQ 原始的UIR 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们登录 我们登录是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 首先呢 我们肯定要让用户去发登录请求 登录我们肯定是不能拦的 就是我们要设置一些白名单 好 如果是登录的话 没有问题 你接着往后走 还有什么呢 登出 你不能说登出 也不让人家去点 这些呢 都是我们要设置的白名单 我们重新再复制一份吧 这个是登出 好 那么登录和登出 做了设置了以后呢 目前呢 先对这两个进行设置 那么如果你是登录和登出 接口调用了 我们也让你去走 就是我们这个打开大门 你去走吧 如果是IOS呢 我一定给你中断 用IS的接生 我们输出一个接生文件 不是输出一个接生文件 是输出一个接生的格式 比如说我们这个输出的值呢 比如说我们给登录呢 定一个登录码 1001 我们来提示用户 当前为登录 那里让他呢 给个空 不要说是原来没什么用 你既然定了这种格式了 就一定要把所有的字段 都给他填完 填完整 这样的前端的话 拿到这个字段呢 才不会报Andify 如果你突然之间 把原来给干掉了 万一他去取原来呢 那就报Andify了 那前端就会出现脚本筹 好 写完之后呢 我们来重启一下 看一下生不生效 好 检查一下 我们把商品列表也给干掉 你看是 到这我们这个商品接口 都取不出来了 刚才未登录 是不是说明我们已经生效了呀 那么我们需要对这个呢 也给他做一个限制 干固执呢 也是允许的 我们要让他去看商品 不能说让人家连商品都不能看 我们给他加到白名单里面去 用IQ的request 杠固执呢 就是他的访问的地址 好 我们重新启动一下 软件成功 刷新 我们发现我们的商品数据呢 并没有加起出来 那这是什么原因呢 实际上呢 我们的AriginalUR呢 它指的是我们当前接口地址 而我们的杠固执呢 只是我们当前的路径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请求的地址 我们通过检查里面 来到Worker里面 我们打断点来看一下 实际上不用打断点 我们重新刷新页面 我们可以看到呢 我们页面的请求地址呢 它实际上是一个分页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UR 它的UR地址呢 是杠固执 HIGH 几点一 HIGH SIZE 等等 实际上我们取到的 我们的AriginalUR呢 它是一整个UR地址 它里面还包括一些参数 那我们通过杠固执呢 很明显它是匹配不到的 那我们怎么去实现 这一块的东西呢 我们有两种方案 这种方式呢 就是我们就想使用AriginalUR来去实现 那么既然杠固执呢 是我们查询商品的列表 我们也不可能说 是把这个完整的地址 给它添加的参数呢 是动态的 像我们当前是第一页 下一次呢 可能是第二页 我们不能这样去做 因此呢 我们杠固执呢 是一个止级 那AriginalUR呢 是一个全级 我们可以通过 index off的方式呢 去实现 这第一种方式 我们现在通过第一种方式呢 来去实现我们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么搜索到 我们的杠固执之后呢 那么搜索到之后呢 我们让它去调用Next 来接它往后走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把服务呢 重新启动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实际上呢 这样做呢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当我们一步一步 跟大家去引导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发现我们商品呢 实际上已经加载出来了 加载之后呢 我们来去点 加入勾执 我们来看一下 点击 提示了加入勾执成功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请求地址 我们请求地址呢 叫钢固执 AdCut 实际上呢 为什么我们没有登陆 但是它能够加入 购物车成功呢 第二个原因呢 是因为我们的 固执历史的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固执 这个路由 因为我们这个 财云商品列表呢 它直接是用了 钢固执一级路由 但是我们加购物车呢 它实际上是二级路由 那么二级路由和 刚加购物车呢 和我们的财云商品列表呢 他们共用了一级路由 所以说呢 我们这个地方呢 它收 它也是能收到的 因为我们发现 我们加购物车呢 它也包括了钢固执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 写呢 是不太对的 那么怎么去弄呢 那我们最好呢 在这个地方呢 去加一个历史的 我们来进行区分 就是我们查询商品列表呢 它是钢历史的 那我们加购物车呢 它是钢ADCAP 这样来去做一个区分 那么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因为他们都包括了钢固执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把这个地方改一下 就是钢固执 钢历史 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呢 可以唯一判断 这个是查询商品列表信息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还需要把我们的主件 这个地方呢 也给它改一下 好 接下来呢 我们重新启动一下我们的接口 我们来看一下 好 我们重新刷新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发现呢 我们商品呢 依然可以查询出来 是因为我们可以做了一个唯一匹配 紧接着呢 我们来去加购物车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时候呢 其实当前未登陆 其实呢 已经被我们拦截到了 因为我们的APPGS呢 它只对钢固执历史的 做了一个白名单匹配 而我们加购物车呢 并不在我们的白名单里面 它因此呢 走到IRS 返回了当前未登陆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报文 就知道了 它已经被我们的APP誘致呢 被截断了 那么这就是我们实现 这个全局拦截的一个功能的作用 那刚刚我们说了 它其实有两种方案 那么第二种方案是什么呢 虽然说我们的分页呢 它包括了一些参数 那我们怎么去获取 不带参数的这么一个UR地址呢 我们都知道我们这段期里面呢 有一个location 叫Pathname 这个Pathname呢 获取的是我们当前的路径 而如果说它里面带一些参数呢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 给它去加一个参数 比如说 问号ID等于123 我们举个例子 那么我们的location的 Pathname呢 它依然是杠 不管你加多少个参数呢 它都是杠 而我们的location的HREF呢 它实际上是一个完整的路径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呢 使用耳机的UR呢 显然是不对的 因为我们的分页呢 它有很多参数 那么这个地方怎么去做一下优化呢 那我们这个地方呢 可以使用Path Request的Path呢 就可以拿到我们当前的 请求的这种路径 而不用去考虑我们的参数 这个实际上啊 前端的应该都知道 这种方案 好 这样呢 我们通过Path呢 来去匹配一下我们的这个路径 而不用去考虑它的参数 这样呢 我们也不用去关心你的addcard 是什么呀 因为它们路径呢 是完全不一样的 即使我们的固执里面 没有这个钢历史呢 它依然可以匹配到 因为我们的产业列表呢 只有一个-固执 而我们家固执呢 是-固执-addcard 他们的URD Pathname呢 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的request request.js呢 它有一个request 叫Path 就获取当前 我们请求URD的Pathname 这样一个属性 接着呢 我们来重新启动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好 重新刷新页面 那我们再次来测试一下 加入购物车 依然提示 当前未登录 说明呢 我们的Path呢 已经生效了 实际上我们可以通过 console打下日志 给大家去看一下 这个属性 比如说我们的Path IQ的Path 接着呢 我们再来打印一下 我们可以把这个呢 通过模板语法呢 进行展示 比如说这个地方 通过这种形式 那里边呢 通过模板周串 这是我们的Path 那还有一个呢 我们Azure ur 我们分别打印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那IQ叫Azure ur 之后呢 我们重新启动一下 我们的Mongo 我们的Nord 好 我们来刷新一下页面 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的日志里面 会打印出来 我们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Path 我们的Path呢 第一个呢 是check login 这个是我们前面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分页 这下面还有一个get card 那么可以看到上面呢 实际上有一个钢固子 钢历史的 这是我们的商品列表的 分页路径 原路径呢 实际上它包括了我们的很多参数 这个呢 就是他们的区别 我们这个地方呢 还是先使用我们这种方式 这个呢 给大家提供两种方案呢 大家可以自行的去选择 很明显的 这种方案呢 是比较比较合适的 大一负一 好 我们来重新启动我们的页面 刷新一次 我们这个地方呢 钢固子 钢历史的 我们的语法呢 写的不对 可能启动 实际上用Node呢 启动还是非常快的 建议大家开发的困难中呢 调试呢 尽可能使用Node进行启动 当我们部署到线上之后呢 我们再去通过一些其他的pm2啊 等等一些插件的来进行启动 加个构车 当下为登录 好 只有登录成功了以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123 456 点登录 然后再加构车 是不是这个时候就加入成功了啊 所以我们的拦截呢 其实已经生效了 那我们刷新线之后呢 我们这个用户信息呢又没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来实现一下 我们这个用户信息的一个校验 来怎么去拿我们的用户信息 还是打开我们的User的这个GS 我们来订一个 就是登录登出 我们再来订一个路由 比如说他给我们这个地方定一个get 我们加一个校验 通过校验呢 我们可以拿到当前用户的信息 比如说IQR IS 那是 账上还是一样 我们判断通过IQR的cookies 叫UserID 我们来判断存不存在 如果存在的话呢 我们是不是就直接返回来啊 如果不存在的话 说明当前的用户呢 它是没有的 那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呢 来给大家做一个登录的一个输出 要不然的话 每次我们页面刷新的数据都没有了 我们后面也会跟大家去介绍我们的VueX 好 输出一个Stars 如果存在的话呢 是零 Message呢 是空 这个Message是发出信息的 理账它呢 这理账呢 我们怎么去取值呢 实际上我们上面呢 用户呢 我们登录之后呢 我们只存了一个值 是UserID 那是不是我们再存一个值啊 说到这儿呢 我们前面给大家也提到过 Session UR 我们知道为什么不能去用Session呢 实际上呢 用Equest的Session呢 它是需要安装插件的 安装什么插件呢 我们既然提到这儿了 我们来讲一下 Equest Session 只有安装了这个插件之后呢 我们才能去使用我们这个 Uquest里面Session 这边都是英文呢 大家可能看到又比较懵 可以稍微翻译一下 适当地去转换一下 这个插件呢 就是来做我们的Session存储的 大家有兴趣下去 可以去查导一下 我们这个地方呢 我们先通过Cookie的方式呢 先给它存进去 User内幕 好一样 那么下面呢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去取这个值了呀 Ipster Pooks 假User内幕 我们就取这个值 那么如果说取不到的呢 取不到的呢 那就代表当前没有登录呗 我们就给它重新带给它 输出一个次数多进去 Result就是空 状态呢 就是1 Message呢 就是未登录 OK 好 这个呢 是二级路由 -checklogging 那么我们是不是在我们这个接口的unit的方法里面 monkey的 我们听个monkey的 monkey的是什么呢 monkey的是它的识明周期的数字化盘数 这里面可以去教用我们一些速化的方法 比如说我们叫一个checklogging 我们检查一下当前用户有没有登录 如果登录呢 我们可以把信息给放上去 这儿呢 我们去叫一下这个checklogging 就是我们登录这个教验 好 通过这样 发个get请求 还是一样 -users 这是一级路由 二级路由呢 就是checklogging 参数呢 没有 我们不需要参数 还是一样 我们通过yes6的语法 通过进行一个is 等于response的data 拿到我们的数据 response呢 就是它返回的一个值 拿到这个数据了以后呢 通过yes.start 这个始终呢 是我们判断我们这个成功和失败的一个唯一的一个标志位 是零的话就是成功 说明当前已经登录了 当前已经登录了之后呢 我们是不是要保存我们的用户名啊 保存了之后呢 我们的名字呢才能展现出来 is的users name Iris呢 Iris就不用管它了 Iris就是没有登录吧 好 紧接着呢 我们还是一样 启动一下我们的notch s 好 刷新页面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接口呢 是不是没有交用 说不定呢 又报错了 undefined username 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前单报的 可能是我们这个接口 我们看一下这个接口报的什么值吧 刷新一下 只有一个状态是零 并没有一个结果 我们看一下这个checklogin 是返回了两个字段 第三个字段呢 没法会出来 result 是不是我们的cookie没有取到呀 因为我们一开始呢 我们并没有登录 我们先登录一下吧 可能是我们的cookie没有取到 cookie叫user name 如果取不到呢 就是空 因为呢 我们上面刚开始呢 我们只存了个用户 RD并没有存用户内 我们刚存的 可能我们登录一次呢 我们用内门呢 就能存进去了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cookie 是不是已经存进去了呀 因为刚开始我们并没有存这个字段 好 我们再刷新一次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并没有报错了 那么一开始它取不到 所以说是个空 空的话 它字段呢 整个就没有输出出来了 那么拿到这个result之后呢 应该说我们这个前端这儿 就直接是result 没有name 我们再刷新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拿到这个值了以后呢 我们这个用户名是不是就展现出来了 就显示了我们老高头 推出一下 好 我们再刷新 是不是我们这个账号呢 就没有拿出来了 再点登录 123456 登进去 刷新页面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信息呢 就已经保存上去了 关于我们做spd呢 这个用户的信息传递呢 很重要 经常会用户做的时候呢 就把这个用户信息给丢掉了 而且取呢 也不知道怎么去取 那么实际上呢 这种方式呢 就是通过接口 通过登录的接口交验 拿取用户的信息 这种方式呢 就是通过VueX VueX可以实现 组件之间的数据传递 这个我们在后面章节呢 会跟大家去讲解 好 本节课呢 主要就跟大家去讲解 我们整个登录 登出 以及我们的全局的拦截 和我们的登录的交验功能 好 本节课呢 就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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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